大家好,欢迎来到小谷电影解说的频道,在影片开始前,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,不要忘了订阅频道,开启小铃铛,才不会错过新影片哦。 阿水自小在阿帝父亲的小餐馆工作平生无甚至想,阿帝却对阿水情有独钟,虽然父亲反对他们来往,阿帝还是义无反顾与阿水私奔,离开乡下进城去开始新生活,虽然两人没钱只能住破旧木房,但两小无猜的单纯生活还是相当甜蜜幸福,学历不高的阿水找工作处处碰壁,虽然找到了珠宝公司工作,但需要预缴两万港币当押金才可入行。 为了让阿水能进入珠宝公司工作,阿帝偷偷去当舞女陪酒为阿水酬押金,进公司后阿水因为学历不高,为人吐气而不受公司重视,后来一元忌讳得老板女儿Nancy赏识而平不清云,升职加薪也买了新房,阿帝为了不让阿水同事知道阿水,有个当过陪酒女的香巴老妻子,出门都假装两人是姐弟,见过世面眼界变广的阿水与朴实如初阿帝,开始因为观念不同,时有摩擦, 两夫妻常因为一些琐事争执,而不若当初穷困时那般单纯快乐,Nancy也对表现出色的阿水清新,后来Nancy希望能带心爱的阿水,到新加坡发展事业并一起生活,不知阿帝为阿水妻子的Nancy对阿帝说出重话,斥责说姐姐太年弟弟只会妨碍她的发展与前程,心灰意冷的阿帝已为阿水,移情别恋选择退出成全两人出国旅行散心, 后来阿帝的妹妹怒闯阿水公司,痛骂阿水为了名利高攀老板女儿抛弃糟糠期,阿水下班后便寻不着阿帝,来不及向阿帝解释自己根本,不爱Nancy也从无劈腿的意思,苦等数天不见阿帝回家的阿水万般无奈,只好卖了两人曾一同生活的新房,随Nancy去新加坡工作,两年来阿水时刻惦记着阿帝,到新加坡后也回绝了Nancy的情谊, 后来Nancy交了新男友,也了解阿水与阿帝的真实关系,与阿水维持友谊,并对造成阿水夫妻间误会感到抱歉,阿水放假回香港后特地到当初,同住的破旧幕房散心,巧约阿帝,都还情牵对方的两人忘情相拥激吻。 好了,今天小谷为大家分享的电影解说,暂告一个段落,如果大家对小谷的视频有什么看法,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,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,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